那个荷兰统治的人物 然后这些人物其实也变成后来族人的精神领袖 可是殖民者走了 所有现代化的开发就带来了冲击 那也包括国家还有财团对传统领域的开发 那他们接下来要带来的歌曲 其实就是谈多拉加人怎么去反抗 然后他们反抗的勇气 然后他们也希望所有的年轻人都可以跟这些前辈学习 然后为部落发声 还要对抗所有的不公不义 OK谢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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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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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